Hello大家好,我是小红 大家好,我是小红 好久不见大家 那2018年过去的这一年呢 我们也忙忙碌碌的工作了一年 那这支视频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在国内生活 包括工作的一些想法以及感受 那如果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看下去吧 我呢是17年10月份回国 现在就职于国内一家 世界500强公司做企业财务 我当时找这份工作 其实是我在美国的时候 参加了现在的一家公司 在美国的一个招聘会 然后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从开始的面试 然后到后面的一系列入职过程 整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一直到17年的12月份 才开始正式入职 到目前呢已经工作了大概一年多 我呢现在就职于国内的一家 教育自行公司 担任的是后期顾问的工作 我找工作包括入职的这个过程 都比较顺利吧 我就是通过在国内的招聘网站上 投简历 然后跟HR进行一个沟通 之后顺利拿到面试 以及这份工作的offer 我也是在17年的11月份 正式的开始的这份工作 从我们刚才我们的经历当中 其实我们有一个两个建议 可以给到大家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 在找工作这个事情上 大家尽早尽可能早的准备 从你的简历 从你的这个面试的技巧 这些所有这些细节的部分 你都可以开始很早开始准备 你回国工作 你也不一定要等到你毕业了 回国来开始广投简历 这样的话有时候这种 错过了国内的这种照片的高空气 后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要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 线上的和线下的 线上的就我们用国内的一些招聘平台 主动跟HR去approach 那线下的呢比如说 中国一些很好的一些企业 他去美国招聘 有类似于这样的招聘会 你可以时刻关注他们招聘的一些行程 包括这些信息都在他们的官网上 都会有显示 哪怕他在西海岸 你在东海岸 你可以坐飞机去西海岸去面试 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就是如果他们来美国招聘的话 他们还是带着一些招聘的名额 而且是真实的去想招一些 比较有能力的人能够回国来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 其实还挺难得的一个机会 对大家还是好好把握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这家公司 都去利用这种各种求职招聘的机会 去锻炼自己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 我觉得很明显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份工作 跟我回国前对这份工作的 一个期待和想象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工作内容 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呢 因为国内是非常涉及到一个 500产企业内部 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环节和流程 所以它会显得非常的琐碎 这些琐碎的事情 主要是为了支撑 整个500强企业 在全世界的这个财务的 一些流程支撑啊 包括有一些非常细节的一些工作 但是在美国呢 你对我这一个工作的 这个职位的期待 我做的内容的期待 更多的可能是基于实习啊 或者在美国课表上 包括在学校里做的一些 project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认知 所以会认为这工作可能会更多的 涉及到比较宏宽的一些分析 所以内容上我觉得 还是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是从工作价值上来说 在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工作价值的一个体现呢 就是你努力工作 然后你能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你的直系领导 看到你的这个结果 给你一个很正向的反馈 然后从此会激励你 又更加努力的工作 去做下一个工作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 在国内工作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你只能控制 自己的这个部分 但是其余的部分 很多时候面临着这种不确定性 你也很难去把控 由于你是一个流程上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结果成不成功 其实并不是你来决定的 就算你成功了 这个项目也成功了 然后你的直系的领导 他要不要去认可你这个成功 要不要去给你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 从而来激励你 以后去迎接更多的挑战 这个有时候还得取决于你的领导的这个领导风格 所以这两种两点不可 不可控制 有时候它会带来你内心的一些焦虑 或者是一些自我的怀疑 所以你可能没有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到底创造了多大的价值 就这个倒挺不一样的 然后我有一个感受呢 就是可能自己期待的一个你在公司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升职的道路 可能跟你回国之前可能有一些偏差 在开始这份工作之前呢 你可能会认为你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背景 这是你的优势 再加上你的个人能力又非常的强 那你在这个公司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在一年的努力过后呢 你可能也会发现 你能不能在这个公司升职加薪 你能不能得到一些更好的资源跟机会 其实也不取决于你 仅仅取决于你的个人能力 可能也取决于你的领导 你的上司是否想要重用你 所以呢 这一点也是我个人可能觉得有一些不一样 甚至觉得有一些遗耐的地方 适应的话 我觉得生活上的适应 其实还是挺快的 经过一年多 包括在美国有时候生活上 培养的一些习惯 然后回过来过后 慢慢的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习惯 包括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一些习惯 回过来我依旧还是保持着 然后我发现周围的人的话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说 有反对的声音或怎么着 大家还是挺算挺包容的 在生活上我觉得还是适应挺快的 而且国内的生活确实很便利 比如说你到处都可以手机支付啊 你叫外卖可以随叫随到啊 你的快递也会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国内的生活其实还是比较精彩的 尤其你生活在一个大城市 一线城市 北上广山这样的城市 你可以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存在什么太不适应的地方 我觉得第二个是工作上的适应 我觉得这个适应可能需要比需要更长的时间 相比于这个生活上的适应 因为涉及到你需要跟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去沟通 去合作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 然后你的方式可能和他们也不太一样 这样的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分歧 所以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看你怎么去 在有些问题上选择去妥协 然后在哪些问题上你也需要去坚持做自己 很多时候我有一个比喻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半透明人 怎么说呢就是你在跟比如说在跟我们的同胞们在沟通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你看得很透 但是你可能并不想选择去彻底的融入那样一个思维方式 或者一个形式的方式里面去 但是呢你又很难彻底的去融入到整个西方的这个 思维模式和体系里面 所以你经常就是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在面临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这么去做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 我是不后悔的 因为我当初就是一个坚定的回国派吧 但是我觉得面临人生将来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做更好的决定吧 我觉得主要答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现在是什么一个心态 以及我将要做出什么样一个决定 目前来说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很积极的 因为尽管从前年回国一直到现在 有一些方面的一些不适应 我们才讲工作上啊 生活上会好一点 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初衷 包括我回国来 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很多方面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些愿想 我自己的一些希望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坚持自己最初的一个想法 就是无论前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崎岖 但是有些路我们该走过去的还是想努力的走过去 好 这期视频呢就是我们的留学生该不该回国的姐妹版第二期 希望我们在视频里面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一些想法和回国后工作这一年来了一些感受 然后给大家一些参考和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对回国工作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可以做更多后续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咋 第二个 就算我没有很努力的工作 那这项目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所以这个有点绕啊 一二三 然后呢 一二三 从哪一开始说 一二三 一二三